热情肆意豪迈奔放的拉美 广义上是指美国以南的全部美洲国家地区 比如中美洲的墨西哥 巴拿马 南美洲的巴西 阿根廷等等 他们绝大部分是以属于 拉丁罗曼语族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主 历史上为伊比利亚双雄殖民帝国曾经的一部分 然而独立了几百年 除了少数像智利乌拉贵发展还算不错 广大拉美人民普遍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的困境挣扎着 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专有名词甚至可以套用在 我们马来西亚这样经历九七金融风暴后 经济成长一直很缓慢的国家 身心扭曲严重的保护主义 法治水平低下 官僚腐败 民粹政治不公的土地分配以及贫富悬殊各种负面印象 当然与非洲贫困国家比起来是没那么夸张悲惨 可不禁让人好奇 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一手好牌的拉美 为何会沦落至此 迟迟出不了个发达强国呢 主要原因 无疑是因为其前宗族国遗留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制度问题 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为欧洲各国里最早开启大航海路线 在美洲站的地盘是最优越的 不过他们基本上很简单粗暴 只想意味压榨掠夺资源 对殖民地建设发展并没有什么感兴趣 为了避免与母国本土竞争 拉美地区被设计成他们的天然开矿场 也只能种植特定的农作物 近期减化殖民地的经济能力 并大量销毁了当地的印第安文明 奴役他们 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室和贵族阶级 从新世界原材料贸易 是赚得盆满钵满 却始终未能成为对科技创新和工业制造生产能力的资本 起不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其他生活必需品都还得靠进口货 地理大发现后的几百年里 整块拉定美洲地区乃至西班牙、葡萄牙本土 还是停留在传统中世纪腐朽保守的封建转制景象 没有成熟的政法体制、管理模式 以至后来拉美即便成功独立脱离了伊比利亚当局的殖民压榨 他们之中多为缺乏参与政治的经验 无头绪管理、军阀混战及大派系的考地罗独裁政权 没有形成统一的实体也就算了 群雄割据分裂成好几十个国家 各个地方要调度不同的资源、商品变得极其困难 国与国之间还有不少矛盾冲突 连年的战乱怎么能安心建设发展 军人、政变、民粹政府、轮番上台的戏码 更是层出不穷、恶性循环下去 这几个拉美新生国家早早就与瞬息万变的世界 变革脱节掉队了 此外19世纪墨西哥前总统深感无奈 还留有句名言 那就是因为离上帝太远 离美国太近 当时的美帝虽然还没登上新一代的世界霸主宝座 却已经是个新兴强国 有了足够的区域影响力 干预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 指手画脚 当着自家后花院来挂 扶植清美政府上台 不听话的就给点颜色看看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 隔壁老墨 地理位置优越 有丰富矿产的领土 一大半都被美国占据并吞了 才有了今天的边界线 气得墨西哥人牙痒痒 一部分是因为美国侵略自己的国土 一部分是因为美国没有侵略到完 以至现在还得翻墙挖隧道同渡过境 换个角度思考有没有想过 同样是西方文明殖民的新大陆 北方的美国为何就可以是富裕发达强大 能与南方的拉美国家抛开那么大的差距呢 去知初期的美国地盘狭小贫瘠 只比拉美地区独立早几十年 是什么主因得以胜衰倒转的呀 难不称是天命论 篇幅有限 今天就先说到这 我是罗逸 下期再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